我当前总统一定成一个中央住宅委会 统筹各部会 端住宅政策拼青年支持度 但同时蓝白盒持续卡关 柯文哲前一天同意蓝白进入政党协商 侯友宜再报柯文哲一拖再拖 柯子徐一直以后发了一个线 10月31号柯文哲主席 没有拖 据我知道政党协商是今天就要做了 要到下礼拜 你们说政党协商什么时候开始 早就一直在进行 什么是跌烂 11月20号 因为后面对我们来讲也是越困难 为什么 我总不能到11月19号宣布说谈判破裂 再把期限往后挪 侯友一站韩话柯文哲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娶 要不要嫁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如果在选取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办法合作 怎么去谈我们的立委 有人讲说 如果这个总统没有合作 其他都不用谈 这个就是典型的 用个人的利益 去绑架权力的利益 那你们的最大战略目标是什么 难道是赢过柯文哲吗 再奉蓝营只想赢过柯文哲 名嘴黄志贤就指出 柯借蓝白和壮大 呛蓝营用血肉喂养柯文哲 2024是把国民党玩死 而近日传出 柯属于副手人选 是韩国瑜 政治评论员陈辉文也开骂 蓝营小鸡同样看不下去 有时会炮轰乱点鸳鸯谱 这不是麦当劳点餐 直言蓝白和不合 时间不多了 继续开花或歪楼 知识虚好 蓝白和成蓝白托 不止蓝营自家人 早没耐心 在选民眼中 恐怕更是代戏托棚 这女皇金城这凯